现代医学如果不改变思维模式 一味在果上研究 终究是一场空 因为影子里是找不到正确答案的 不只是现在的艾滋病毒 SARS 禽流感 H1N1等找不到答案 以后新型的病毒出现 也终将是无解 这已经是我预告未来人类 这些病毒 以后新型的病毒再出现 也统统无药可治 现在没有药 未来也没有药 那你看哦 很奇妙的就是 你看艾滋病毒 当时候发现的时候 已经20年前了 对不对 那时候发现了 前几年这个发现的人还得了一个什么 莫贝尔医学奖 这个他领奖的时候他也讲过几句话 他说当时候我发现艾滋病毒的时候 以为我很快就可以找到治疗的药 结果时间过去 我越来越肯定一件事 就是这个艾滋病毒很难找到 那个希望他已经慢慢随着时间越来越破灭了 那你看哦 西方医学他们是什么给奖的 发现影子就有奖 就给了一个 诺贝尔医学奖 发现 直接是发现一个艾滋病毒啊 对不对 他们也是发现了 有人发现了 幽门螺旋感军 又得了一个 诺贝尔医学奖 那现在你们已经知道 续境是什么 影子 又发现了一个影子 那根本不是要治疗的 艾滋病毒有没有药 那什么是药 就是你的体质啊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 寒是因 经常是才会产生症状 所以艾滋病毒 我们有没有办法治疗 我已经把答案说出来 怎么会没有呢 温敷嘛 他不会发生症状 只要有症状 你温敷 然后把精柔松 他症状就可以消灭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大家还在研究 我已经研究出来了 所以研究出来有答案的 没有讲 但发现影子的有讲 这个世界多颠倒 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照这样标准 我看 所以你看 两千多年来 中国有没有一个医学 得了一个诺贝尔医学奖 中医 以后也注定没有 你放心 如果照西医把持的 只有西医玩他们影子的游戏的 才可以得到 我就发现影子的 新影子出现了 就得一个奖 这样无情重 无情 得重奖 翻得怎么样 在我的看法 有点腐难 这些人通通不应该得 那为什么要得 得的就是药厂 就能够怎么样 发财了 因为他们发现了影子 那我们就发明了药 那这些药就可以怎么样 找很多艾滋病毒来实验 当白老鼠 可怜啊 可怜苍生啊 是这样玩的 所以 我也不会得到 你们放心 哈哈 我也不会得到 但我也不是很 我也不是在乎这个得不得 而是在乎 我更关心的是 人们怎么办 我是在乎这一点啊 所以每次想到 就很痛 心就很痛 这些没有答案的 他们继续玩 也没有答案 因为艾滋病毒没有药 因为现在的这个 SARS禽流感 H1-1-1没有药 艾滋病毒也没有药 以后未来的病毒 也没有药 所以西医根本没有药啊 还要玩吗 这个他们也知道 所以我说 以后心情的病毒 我跟各位讲 我已经预告 没有药可解 唯一真正能处理的 就是你的体质 当你寒性的体质 只能搞了 这些病毒怎么样 统统不办 也就是 真正最好的疫苗是什么 姜汤啊 这样懂了吗 那姜一斤 说五六块 那五六块喝一喝 就没事 你们还要去打吗 那打了还会怎么样 出现问题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是 Bro 这些词 没有那一段 我们再找到 做这些词